每到冬天,成群的子斑蝶会到南部和东部过冬 不过这次寒流来袭,高雄茂林区户外温度降到只剩下3度 而子斑蝶临界死亡的温度是4度 初步统计有将近2000只子斑蝶被冻死 冬天的南台湾像是高雄茂林、山地门等低海拔山区 很容易发现到子斑蝶的踪影 但是这几天受到寒流影响,在树梢飞舞的子斑蝶少了 低头一瞧,好几只子斑蝶躺在落叶中 不仔细看还无法察觉,子斑蝶就在脚下 它们有的冻伤,有的已经死亡 原来它们的灵界温度是在4度C 那我们茂林屏洞这个区块 大概晚上我们有曾经监测到3度C的状况 所以当这个情况来临的时候 因为蝴蝶它是一种外温的昆虫 它必须要接受热跟太阳能够飞起来 子斑蝶不耐酷寒,被冻死的数量 目前估计约有2000只 还有很多子斑蝶的翅膀上沾了许多羽珠 以至于它们附和过重动弹不得 如果游客最近到山区来 发现地上都是子斑蝶时 它们很有可能还有生命气息 可以试着呼口热气帮助它们回暖 你可以把蝴蝶夹起来 在你的嘴巴给它呼那个热气 三大五秒钟之后 它的身体回温 它就会有动力飞行 保育志工表示 今年观察到几个蝴蝶骨的状况 数量大约只有去年的三分之一 推测可能与去年的气候有关 再加上这一回的低温 又让子斑蝶死伤惨重 气候变化让生态界的感受很明显 记者郭产院许正俊 屏东报道